印度洋岛国马尔德夫爆发政治危机,反对派领导人,前总统护许美国和印度干预,宪政权是否会导向北京,印度又会如何应对? 近日,马尔德夫总统加明拒绝,按该国最高法院命令释放,包括前总统奈希德,在内的9名反对派人士,并宣布马尔德夫进入未期,15前的全国,紧急状态,此举引发马尔蒂夫改变传统上,偏向印度,转而偏向中国的猜测,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奈希德一直批评该国的那种外交政策, 呼吁印度和美国介入,包括美国限制马尔蒂夫县政府和领导人的金融交易,今年是马尔蒂夫的总统大选年,马尔德夫朝野,目前似乎已经水火不容,这场危机的国际背景,也显示出中共的LDQUO,一带一路LDQUO, 在南亚的前景注定不会是一路平川,SBGOOGLE等于WINDOW,ADSBYGOOGLE,PUSH, 印度传统影响力正如印度媒体所言,马尔德夫是印度的后院,这个印度洋岛国, 自从上世纪,2010年代从英国独立,以来,就和印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,马尔两国,在地理上为南亚邻国,统为英联邦国家, 2016年马尔德夫退出英联邦,印度维近有千年人武装力量的马尔德夫,提供国家安全担保, 并与马尔德夫有著密切的局势、经济、文化、医疗卫生、电系等关系, 印度还向马尔蒂夫提供过大额经济援助,马尔蒂夫因此一直执行住印度优先的外交政策, 对外以印度为马首饰家,印度一直是马尔蒂夫不二的最大脑衣伙伴, 此外,马尔德夫的经济则严重,依靠占其GDP30的旅游业, SBGoogle等于WINDOW,ADSBYGOOGLE,PUSH, 中共进入了印度后花园随主中,国经济,最近十年的继续崛起, 大批游客奔向LDQUO旅游监堂的Kulmar-de夫, 自2010年起,中国一连续六年成北马第一大旅游客元国, 2015年,中国赴马尔蒂夫35.9末人次,占全部赴马尔蒂夫的29%, 目前,中国北京,上海,广州,国民,成都,重庆,武汉,香港本地通马尔蒂夫之间分别开通了这行货包机往来, 马尔蒂夫不仅是最近今年中国人游览的热变目的地, 更是一带一路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贸易和投资的点, 由于中共和马尔蒂夫签署中马自贸协定, 中国企业大纸投资该国, 包括中方原线的中马友谊大桥, 马尔蒂夫首次跨海大桥, 是连接马尔蒂夫机长岛与首都马赖岛的重要通道, 2017年12月,中共和马尔蒂夫签署中马自贸协定, 马尔蒂夫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, 允许大量中国企业到马投资, 这一变化让印度媒体今复中国进入了印度的后花园。